这条迷路的小狗发现了甜甜圈 连忙冲过去打算一口吃下 可没想到这竟是圈套 但在美味佳妖的引诱下 他一点都不肯放口 兄弟姐妹听到同伴的叫声 急忙掉头营救 但是他们完全无法打过狗贩子 最终被网套住了 狗贩子们为什么要抓这些幼狗 原来是想把他们的父亲巴迪引出来 巴迪是镇上有名的超狗 不仅是篮球运动员 甚至还会踢足球和打棒球 巴迪发现了自己的孩子失踪了 他连忙把这件事告诉狗妈妈 两条狗循着孩子们的气味一路寻找 最终找到了被抓住的孩子 巴迪毫不犹豫地朝前冲去 顺利地救下了孩子们 可在紧要关头 却被胖子的大网罩住了 狗妈一拥而上 咬在了胖子的腿上 而兽子连忙上前帮忙 最终巴迪和妻子被狗贩子带上了车 孩子们想要解救他们的父母 可任凭他们如何追赶 也无法比四轮车跑得快 他们十分后悔连累了父母 在好几天以前 五个小狗在等保姆睡着后 一窝风湿地冲下楼 从袋子中抽出一团毛线 他们从狗爸爸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基因 不只是像踢足球一样玩线球 还可以当篮球来耍 房间里被拉出许多线条 而这个时候保姆却还没睡醒 小狗们玩得不亦乐乎 此刻一只小狗正想吃草莓派 他用尽全身的力气 终于爬上了桌子 然后将草莓派撞了下去 而保姆也醒了 几条狗对保姆不闻不顾 只在一旁大吃大喝 吃剩的食物撒了整个地板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主人回来了 小家伙连忙往楼上跑去 主人回家后很是吃惊 正要打算去救保姆 结果刚跑过去 自己却摔了个狗吃屎 并且家里更乱了 因为小狗们很顽皮 父亲决定把这些小狗全部送人 男孩一头雾水 但也只能免为其难的同意了 就这样 主人给小狗们挑选着新家庭 但狗哥们却没有相中 主人仍然决定明天就让他们离开 一条小狗听到了这些话 于是产生了想要跑路的想法 可现在 他们却因此连累了自己的父母 小狗们决定营救父母 于是他们来到小镇上查看地图 最终制定好计划 就这样他们白天长途奔波 困了则在树洞里睡觉 到了第二天继续前进 却没想到 两个狗贩正好撞上了他们 一直追到了一个农庄 狗贩子提着大网慢慢接近他们 小狗们连忙从门缝里钻了进去 却没想到 其中一只被抓住尾巴 此时狗狗不慌不忙 连忙放出响屁 当他们进入牧场的时候 却被老山羊给拦住了 当听到狗贩们的解释后 老山羊才明白过来 于是让他们藏进猪圈 而狗贩子则从门口跳了进来 老山羊立马撞上前去 然后转身就跑 此刻狗贩子在远处看到了小狗们 猪妈妈连忙把小狗放进了猪圈 用泥土装成小猪 这招真起了作用 弄得狗贩子分不清楚 到底哪个才是小狗 接着狗贩们藏在稻草堆里 可不料狗贩子竟然看到了小狗的尾巴 对方想要走过去伸手去抓 好在老山羊在千钧一发之际挺身而出 这下直接就把狗贩子 吓出一个公主抱 老山羊上去就是顶了一下 然后带着狗贩子跑进了一个马厩 不料狗贩子却出现在门口 还嘲笑狗贩们没有退路了 不料狗贩子从小小的洞口逃了出来 在狗贩子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老山羊把门锁上了 狗贩子也因此受到了山羊的嘲笑 狗狗们又开始了他们的寻亲之路 在长途奔波之后 他们走进了一片黑暗的森林 尽管恐惧 但仍然还是跑了进去 然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 危机已经来临 一条野狼跟在小狗的后面 狗狗终于回过神来 接着急忙掉头就跑 可小狗怎么可能跑得过一只大狗 为了保护兄弟姐妹 狗姐姐挺身而出 野狼十分钦佩他的勇敢 还表示不会伤害他们 接着带着狗狗们离开了这里 最终在一个山洞里停了下来 他们打算在这里过夜 在知道狗狗们要去找 他们的爸爸妈妈时 第二天 野狼带着狗狗们离开了森林 他们来到一个庄园里 可就在他们跑着跑着时 一只狗狗意外地落到了一个洞里 其他狗狗也连忙钻了进去 而此时的小胖 撞见跌下来的狗狗们 这让小胖很是高兴 而狗爸狗妈也已经逃走了 直到这时他们才知道 自己的孩子正在寻找他们 于是他们转身决定去救孩子 这时小胖带着小狗上了车 好在这时小主人及时赶到 悄无声息地从另一边 把狗狗放了出去 不料还是被小胖发现了 小主人连忙带着小狗跑进了地角 而其中一只狗因为贪吃 一闻到葡萄汁 就把它勾住了 一不留神 意外落到了罐子里 好在此时狗狗以放屁为动力 最终得救了 此时坏人也来到地角寻找他们 好在他们躲在一旁逃过一劫 狗爸狗妈此时赶来了 一家人也终于重新团圆 可不料小胖从一旁冲了出来 把一只小狗抓住了 抱着小狗就要跑 好在这时被狗爸的朋友发现 阻止了小胖 而为了打败那些坏人 狗狗们突然有了灵感 他们用一只狗狗作为诱饵 当坏人们追上来的时候 他们在用酒桶偷袭 两个坏人跑到了平台上 此时小狗猛然一冲 坏人最终被撞进了罐子里 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 最终坏人全部被落网 而小胖其实只是需要有个小狗陪着他而已 于是这条小馋狗跑到他跟前 跟小胖重归于好 而小狗们也重新回到自己的家庭 过上了温馨快乐的生活 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 你愿意给这群可爱的狗狗点个赞吗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